凡夫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 为什么学佛得不到真实的利益 就是不能学 为什么不能学 不知道身心世界的四十真相 佛虽然常熟 我们也常听 也常读这些经文 可是几十年来都不起作用 什么原因呢 没放下 不但烦恼稀奇没放下了 甚至于烦恼稀奇还在增长 中年的时候比少年增加了 老年的时候比中年又增加了 中国古人所谓 人到年老 患得患失的心很重 年轻的人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年老了 直到退休了 如果儿女不孝顺 没有真正的人关心自己 照顾自己 晚年怎么都过 所以忧虑忡忡 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 这个环境 对人的影响 我们很了解 可是佛教我们 要是 佛说的话 对不对 我们觉得佛说得很正确 因为 你种种忧虑 没有用 厌于所谓说的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自己怎样算计 到时候 事与愿违 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所以不如 把一切都放下 一切都随便 相信 相信 命中有的 决定是有 命中没有的 求也求不到 详尽心思求得了 自己享受不到 还是被别人拿去了 冤不冤枉 所以 佛说的话是真的 要相信 佛告诉我们 从哪里放弃呢 从身体放弃 不要执着 生是自己 头一个关口啊 真正的佛弟子 跟着佛修行的 没有不知道的 没有做不到的 把身体 看作什么 看作衣服一样 不是我 是我的衣服 衣服脏了 换鞋 身体老了摔了 不管用了换一个 身要真正是自己的话 身死了 就 拿什么去轮回 拿什么去往生 拿什么去称服 不就全都做空了 所以 别说 我尽量 有什么 伤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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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败